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称之为弹丸出速 这个速度的高低决定了射击距离和弹头命中目标时的破坏力 第一 枪管越长射击距离就会越软 出速就会越高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这里就会有人问 那是不是枪管越长 弹丸在枪管内受到的高压燃烧的气体的冲击时间就会越长 那么出速就会越高 这是一个相对较为片面的理解 此弹头在枪管内受弹线的挤压会产生摩擦 从而形成高速旋转的个体 而高速旋转的目的 一是为了提高速度 更重要的是为了保持稳定 但是弹头就会因此而减少动能 出速也就降低 同样的道理 枪管越长枪身的密闭空间就会越大 自然燃烧的膨胀压力就会变小 从这个角度来说 枪管的长度一定要结合 所要使用的子弹弹壳在激发后所产生的高压燃烧的气体体积 所以并非越长越好 第二 较长枪管的长度可以有效的提高精度 但也要一分为二的去看待 枪管越长 瞄准基线也就越长 同时枪身的指向性更强 所以较长的枪管可以提高射击精度 这是正确的 但是同样又带来了主标提议中的问题 第三 较长的枪管存在不便于携带的问题 这个我想大家一目了然 所以目前世界各国装备的单兵制式自动步枪的长度都较为适可 这也是考虑分实际携带和作战的便利性 以及单兵的射击可操作性 第四 较短的枪管 在使用同样的子弹的时候 出速会更高 这个理解也是不对的 很多人会认为较短的枪管由于密闭空间狭小 燃烧气体的压力会更大 所以子弹的出速会更高 当然射击距离也就会越远 威力也就会越大 其实这样说也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这样由于枪管的变短 子弹在枪管内沿着弹线的抵押旋转的速度就会降低 如此就会影响子弹的稳定性和弹道直线性 第五 越长的枪管会降低射击时的噪音 这是正确的 子弹被激发的一瞬间 枪膛内的高压会急速推着弹头高速旋转飞出 在离开枪口的瞬间大大的释放了枪膛内的高压 再者子弹的高速飞出也会产生短暂的声望 这是枪在射击时产生巨大声音的原因 枪管越长 枪膛内的压力也就会相应减 小 声音也就会相应的降低 综合 枪支的使用还是要是设计理念和作战用途而言 所以各有利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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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